条件 刚刚提过就是第一个 当然我们不是要图法链刚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就把它恢复 无填满 OK 然后把它恢复成原来颜色 如果说要快速的在这里面做逻辑判断的话 几个方法 第一个你用什么 一定也不是插入函数 因为函数不能改变格式 所以你只能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再不然用VBA了 那VBA只能用Sub不能用Function Function不能改变格式 只有Sub才能改变格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新的规则 所以第一个 假设我的规则在哪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所以你要先选取你要格式的日期部分 所以A2 control shift向右向下 向右向下 它就自动全部选取 第二个的话 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新增规则 规则里面当然就是要 它里面的值 值里面有最好像不行 其实这些都不行 只有这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里面的话 特别除以就是说 当它里面的值 如果是等于什么 如果等于 特别除以 它如果要判断是礼拜六礼拜天 那就week day 刚刚也有讲过 如果礼拜六那就等于多少 等于 第一天礼拜天 所以是七 如果是礼拜天就一 可是问题 公式要怎么下 你要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 一 它这里其实跟这边是差不多的 只是差别它没有办法插入函数 没办法帮你带试创 没办法 所以你要怎么自己打 自己打不能打错 记得一定是先等号开始 等于什么 一样week day 所以你这个可能要自己 要把字拼上 自己打上就不能打错 那week day 里面的条件 当这个week day 它里面 你第二个问题说 它的储存格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 有选的一个范围 那特别注意 你选的这个范围里面的 第一个是哪一个 请你告诉他 它有点像 你只要先告诉他一个 他会自己帮你跑回圈 自己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范围里面 反正你 我们第一个先选范围 第二个告诉他 公式里面第一个 就是A2 我们就是从A2开始 然后刮5 如果这个条件里面的结果 返还是7的话 特别说 请注意一下 这个是后面这个部分 是它的逻辑 这个等号一定要有 因为常常同学 就是常忘记 这个前面的等号 等于后面的逻辑 所以其实基本上 有点像是前面有个东西会给你接 但是它前面这个东西 它没有让你知道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它的叙述方式是这样子 如果它的条件为True的时候 所以把它先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礼拜天可以用 格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它的字的颜色是深绿色的好了 然后填满是浅绿色 反正就是你做一个格式 这不一定 你就自己选一个你喜欢也可以 好这个按OK 确定 好礼拜六就格式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新增规则里面又多了一个公式 所以设定格式化条件 如果你不会用这个方法的话 才真的很多地方做不出来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妙招 还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让你不写程式可以有写程式这个效果 不然写习惯程式的人 这个可能最后还是比较少用 来自己写程式就好了 好再来的话就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的礼拜天的话 以A2开始 那以后你想说老师 那我这个范围里面 我可不可以从B2开始 可以啊 可是A2它就不会帮你去跑了 OK 所以你要跟他讲哪一个开始 等于1的话 那就设定另外格式就是什么 它的底色是黄的 它的字是红的 这也是大概 反正你就自己找一个大概的效果 礼拜六礼拜天就OK了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这个完成之后的话 那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那个什么 我不要用设定格式化来写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VBI来写 只是说VBI要怎么跑刚刚类似的逻辑 那特别注意 我们之前只有佛I等于第二列 到第三十六列 不过现在怎样 还有蓝哦 所以这里的话 也许如果说你要设定格式化的话 用VBI来写 可能要多学一种回圈 就是之前是都列回圈 对不对 现在要蓝回圈 有列有蓝 然后跑一跑之后的话 再做逻辑办案 如果里面的weekday 假如是等于7的话 那就是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如果等于1 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样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VBI写写看 只是说要怎么写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设定格式化条件 先完成 今天要用VBI来写的话 首先当然请各位 也是把这个 这个把它再复制一个 一直再复制一个 然后用这个 第一个先把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的规则 先把它清掉 不然的话你就加上去 等于它没作用 因为它已经有一层涂层 好像有点像涂层 把它放在那边 所以一定要把它拿掉 第二个的话 就是给你改个名称叫VBI 我把这个最后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一下 把它缩小一下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 比较有那种感觉 12个月 然后这样子 然后按下去 格式 你会发现 它马上就帮我把格式 还原的话 就是再把它还原掉就好了 类似像这样子 基本上 它的逻辑跟刚刚那个一样 只是说我们第一个 就是要学习 那个列回圈之外 多一个蓝回圈 所以什么叫列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 第应该是三十二列吧 那你也可以向下追踪 蓝的话是我会多一个变数叫追 那个追也不一定是固定的 我习惯用追当蓝 蓝的话是第几蓝到第几蓝 特别注意蓝它不能用文字 不能A到L 它只能用数字 所以只能一到十二 OK 所以我们的写法一定是 第一个先在模组里面 先插入一个什么 格式化文字好了 然后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三十 二到三十二 蓝的话是一到十二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写个逻辑 什么逻辑呢 如果里面的资料 所以它的逻辑也是一样 它一定是列在前面 i列的后面一定是蓝 追蓝 那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 意思说里面有资料的话 我才去做后面的判断 所以第一个 这个如果没有加的话 那里面像这个里面空的资料 它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里面我们还会再做一个weekday判断 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会先怎么样 先做那个逻辑判for i for j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把它分开来好了 我这边 假如说我们如果没有资料就跳过 那再来就是如果礼拜六 礼拜天要做什么 那先确定一下 如果里面一定有资料 我才去做判断 那再来的话判断怎么判断呢 记得按tab里面 如果什么呢 那我怎么知道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那其实在VBA用的那个函数也是一样 叫week weekday 然后里面的话刮断呢 一样给它什么呢 给它sales 那刮断一定也是i列的追篮 那之前篮都固定了 比如说A篮B篮 不过因为现在篮会跳动 所以呢你这个就是用那个i列的追篮来表示 那如果呢 它这个地方给它的值 假如说怎么样呢 它是等于7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 then 做那个先把end if先打完 OK 那前面有讲过啦 字的色彩 还有印象吗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字的色彩 所以这个sales i追 它的字的色彩叫什么 点什么 点fonts 这个应该前面找一下应该也有点color嘛 它等于什么呢 如果要礼拜六是深绿色 RGB 刮斧 那其实深绿色怎么调啦 其实我前面讲过要不然调色盘里面其他色彩 那你可以制定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美术课啦 也不是教photoshop 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大概就知道说我浅绿色的话 是这个200 然后绿色是全部 然后那个200 这样子 这个字的话是深 没有这个应该是底色 这浅绿色所以应该是 这个是0 然后这50好了 OK 好啊这边是0 然后呢底色的话呢就是cell 一样是那个intel color 不过intel你不会拼的话 你可以刮斧先不要 你打一个ironintel 一样是点什么呢点color 然后再把RGB 记得那个刮斧一样把它放到这边 因为你如果有刮斧它不会提示 那等于RGB的话就是这样 它是这边是255 而且前后的200 OK应该可以理解啦 所以以后写程式就 那如果是礼拜天你就不用重写了 礼拜天怎么样 就把它拖拉下来 复制把它改一下 1嘛 然后红色的话就是 255嘛 然后这边就0 那黄色的话呢就是 红配绿嘛 255 这边0 OK 程式写完了 看得懂吧 应该没有别的新的啦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把它执行 理论上应该就会看到我们样的结果 OK 它其实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一个判断如果是就 看是礼拜天 还是礼拜六 就填不同颜色 其实这里你可以把它当范本啦 反正以后写很多大概 四传表里面整个范围它就这样跑 再来还原 还原还记得吧 我们其实可以拿什么 拿这个来改 不过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还原呢 把它做那个按钮出来 它那个 缺点是说 它跑的速度会比较慢 我还原有两种 一种还原是用初春歌一个一个慢慢还原 一个是什么 一次还原 那会有什么差别 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是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效率好了 我刚刚讲过来以后如果你要效率高 当然用range是比较快 那如果用那个刚刚的那个写法的话 其实就是把原来的程式把它复制贴过来 当然如果是空的当然就跳过 就把它恢复 恢复 这种写法是一个除春歌一个除春歌慢慢的恢复 但是效率比较差 所以记得以后你如果资料量多的话不要这样写 请你把它改写成把上面这个复制贴 就是用range的方式 rangeA2 到L32 这个给它一个range范围 然后直接就指定什么 phone color 所以你就点phone color 这个把它直接封color 然后等于什么恢复成没有 等于RGB 它原来颜色就是黑色 00 后果阿虎这样 如果没有颜色的话就没有 excel 这样就恢复了 OK 所以两个方法 当然各有它优缺点 因为如果用VBA来写的话以后你可以再延伸可以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一键按下去 它会问你说请输入你要产生哪一年的年历 然后输入机 自动全部帮你完成 甚至自动帮你插入空白列 对不对 自动帮你产生什么东西的话 你用VBA会比较好整合 如果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就比较没办法整合进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 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云端上也有参考的答案 不过可能要往下再找一下 卷动一下会有一个sub 叫格式化日期 好